接下来我要这个事情连线请教的是 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 严正生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讲到谈判了 因为在今天又要继续谈了 那搞到不会真的都是天天谈 那本来我们期待说 是不是已经要进入 所谓的实质谈判了 可是目前看起来 感觉上呢还太早 时间还没到啊 所以现在教授你觉得呢 双方是不是也真的 是在谈假的 是真的不想谈 还另有所图 我觉得当然就谈判 愿意谈下去 就是希望总有一天能够谈出来 那我自己研究很多战争的经验 其实是在非洲的内战也好 或者一些国际的通途也好 他就是不断在换不同的点 这个不同的venue我们这样讲 在谈 那就总希望换一个地方 地点不一样 然后可能这个东道主不一样 总有一个机会会突破 那我觉得愿意谈总是好事 但是我想刚才几位来宾也提到 就是你的条件到底双方差距有多大 那俄罗斯当然是提出了五个条件 可是就是按照我们过去看战争冲突当中 如果是无条件投降 那当然是最容易就结束了嘛 就一个和谈 但是大部分都不是嘛 你看像这个南北韩战的时候 是一个停火 所以当时就是以几乎是 这个所谓的38度线 然后来分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 双方僵持在那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韩战一开头的时候 其实北韩是打到快要打到釜山的 那后来呢 这个麦克阿瑟也从仁川登陆 也打北韩打到很远 到最后僵持以后 大概就回到1948年 两国这个独立的时候的这个边界 所以现在就要回头看说 到底泽伦斯基跟这个普丁 他们两个人能够接受 未来两国的边界是什么 或者说乌克兰的领土 到底包含什么 我在想 就是第一个 这个克里米亚是不必去想的 那第二个就是 你乌东这两个自治区 或者说已经独立了 你是不是能够要的回来 那大概是要不回来 那第三个就是对俄罗斯来讲 我现在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占领的一些领土 我能不能够保留 那我能够要放弃这些 我换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些大概都是 就是未来在谈判当中 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当中的谈判 一个就是你保持你战争之前 双方各有的领土 但是这个战争 我们不知道是2014年以前 还是2022年之前 那这是第一个 对就是回到原点是回到哪一个原点 原到回点 回到原点 第二个呢 就是按照谈判 当时双方各自拥有的 就是保持战友 那我想相信 这个乌克兰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个 但是俄罗斯也可以威胁说 你现在不愿意接受这个 那我可能还要打更多 因为我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所以这个是他们双方要各式评估 比如说泽兰斯基要评估 我能够撑多久 万一我撑下去 这个北约给我的援助 来不及 人员不够 因为他们毕竟不想实际进来 那俄罗斯如果再有更多的人进来 会不会我现在 以后损失的会更大 那现在就是等于是 就是等于是 就是算是杀出了 愿意就是 就是接受了这样子 目前的一个结果 还是说我认为 俄罗斯未来打不下去 所以我还可以要更多 我觉得这是双方会评估 两方的军事实力 还有两方继续作战的决心 然后在惨犯当中 大概能够感受得到 那你就会做一个妥协吗 好教授你认不认同 就是如果说普丁这边 可能退让的话 有可能是因为有第三方 出来调停斡旋 第三方说话了 只有这个理由 才有可能让他 再开出的条件退让 是这样吗 哦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如果是有第三方 然后大家看到你后续 如果对这个 譬如说普丁最早要的 我们想就很简单 你乌克兰一定要是一个中立国 第二个你绝对不能加入北约 那你要承认这个克里米亚的独立 那乌东地区 我觉得还有一些可以谈一下 就是你如果能够保证 他是这样的一个自治区 是完全不会有这种所谓的 语言文化种族灭绝这种感觉的话 说不定俄罗斯愿意接受 那卖一个面子给谁 我们不知道 很可能是中国大陆 但是不一定 我们就看 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其他的国家 都可以来帮忙做一个调停的事情 并不是 我相信是欧洲 欧洲国家现在比较难 那美国是更不会被普丁所信任 但是还是有些其他的国家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现在如果大家叫 叫嚣 彼此叫嚣得太过头了 那双方的这个 下的赌注越来越高 那其实是不利于谈判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现在要看到 可能西方国家 应该要慢慢的让 这任司机能够冷静下来 就你已经是个民族英雄 搞不好普丁也不会把你推翻了 那在至少 但是你如果能够在一些事情上面 做一个妥协 那乌克兰的领土还可以保存 大绝大的部分 然后你的政权也可以维持的住 好那教授你认不认同 就是美国他最终 他势必得跳下来斡旋 那尤其下个星期 拜登要访问欧洲了 那 也可以期待他会出手吗 还是完全没有意义 我想我在别的地方也讲过啊 就是说今天俄罗斯对美国的信任度 他如果是斡旋 那我相信俄罗斯的信任度是不够 那可是乌克兰对中国的信任度 会远远高过俄罗斯对美国的信任度 所以可能中国会是一个 比较能够双方接受的 但是北京也很聪明 我相信他不想介入这个事情 那就要看西方国家能不能找出 比如说过去可能德国是一个 还还不错的一个机会 那德国愿不愿意出来 那萧茲现在才刚上来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问号 那至少还有其他我们认为说 联合国是不是可以出来 联合国的秘书长 当时也是被五个常任领事国 都接受这位葡萄牙籍的嘛 那大家也都能够接受 那葡萄牙也不算是一个西欧的大国 这种中小型国家出来的话 也有它的好处 所以联合国如果愿意出来 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 那但是就是要回到 美国是不是能够接受 其他的一种调定的方式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让他们彼此先谈 你第三者不要介入 就是你提供一个场地 然后呢 或者你如果说他们觉得 你觉得他们谈不下去 你可以彼此帮忙传递讯息 但是你不要有自己的意见 如果等到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真正 卧选者的时候 那这个卧选者可能就要在当中 把一些这个状况分析的很清楚 给双方听 就再打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是不是见好就收 或者说认赔杀出 大家彼此找到一个 可以接受的共同点 那这个是卧选者要扮演的角色 那我现在看还看不到 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出来 做这样的一个卧选者 现在大概就是提供场地 让你们谈 或者我了不起 我帮你放工传一个话 有些话不方便 我帮你传一下 大概就是如此 好非常感谢教授 今天对我们带来精辟的分析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